大家好,我是美食小厨娘 您的订阅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今天给大家介绍麻婆豆腐制作方法 买来的豆腐切成小块 冷水下入锅中 倒入5克食盐 倒入5克老抽 大火煮开 取出姜末蒜末 剁好的肉末 切好的蒜苗 豆腐煮好了 倒入盆中 起锅烧油倒入肉末 将肉末炒散 倒入姜末蒜末 继续翻炒 再倒入100克豆瓣酱 倒入30克干辣椒 炒出香味 再倒入一升开水 倒入豆腐 开小火慢炖 倒入酱油10克 老抽5克 鸡精5克 倒入淀粉勾芡 出锅前撒上蒜苗段 翻炒1分钟 出锅装盘 这样一道麻辣鲜香的 麻婆豆腐就做好了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尝试制作 喜欢美食的朋友 请您订阅美食小厨娘 每期给您推荐一款家常菜 谢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